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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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兄 各位師兄 今天北腿房開張 北腿房是師父特意設置的 咱們趕去看看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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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看 大師兄 看我幹甚麼 想去就去 我絕不走來 那我們走了 走 我們也去看看 師父 你們在吃西瓜 佛祖說水稻渠成 萬事開頭難 就讓老衲先領教一下你的北少林功夫 師父 這可不行 那有甚麼不行的 是 師父 得罪了 是 師父 你的功夫真是落荒春青 如果有一天真的南北少林的武功融為易奴 你才可以這麼說 師父 三十六方的功夫都已經樣樣精通了 還要容甚麼東西 學無止境 功無止境 法正 你說是不是 是 是 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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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啊 法正 你先救我 若嵐 若嵐 怎麼了 怎麼了 你問問他 別別別別讓他過來 吳凡 你是不是欺負若嵐了 不是啊 剛才我不小心踢了他一下屁股 他就不肯向上 活該 誰讓你踢人家小尼姑屁股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還說 若嵐 若嵐 看在大家的面子上 就放過他吧 讓他可以 但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你得教我棘手北少林的功夫 你也想學北少林功夫啊 我看出來了 他就是跟你學了棘手 才踢到我的 好吧 你答應了 謝謝法正師父 咱們哥扯平了啊 等我學會了北腿功夫 非好好成功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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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小尼姑還挺厲害啊 法正師父 你可不能把少林功夫 真的教給他呀 要不然我可就倒楣了 你怎麼倒楣啊 那不明擺著嗎 若然他功夫要比我強 他還能看得起我嗎 那時候啊 叫我幾首絕招 可以啊 喂 小和尚 你是不是看上你的小尼姑了 你才是見誰愛吃的糟男人呢 喂喂喂 你的東西啊 這蠶絲入殿是師父給你的 這不是師太給師父的嗎 師父怕你潮壞了身體明白了吧 喂 快 真是一國有物啊 自然另外一份品味 你怎麼知道的 小的猜測 帶下去 看他是否是真廚子 走吧 我要驗證一下 看他大寶正雄對我同大寶 是否真有誠意 那是那是 譚妃啊 你好像有什麼心事 是有一點 七少政至今下落不明 小的也內心不安 我們如果能多用心一點 他七少政早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哪能像現在這樣 讓我這麼勞神費力 小的卻以全力以赴 他七少政除了能逃到南少林 還會去什麼地方 大人所言即是 我已經佈下了天羅地網 他無處可逃 只能逃往南少林寺 他以為逃到南少林 我就動不了他了嗎 小的早想對付南少林寺 只是估計南少林寺是皇上赤風的 而且他們武功了得 小人固不敢善入 我們顧不了那麼多了 現在有人在朝中向皇上帝折子 急著為契家申冤 他們也在四處尋找契少政 急於找回那份血書 契少政不除 你我早晚是刀下之鬼 你是說把南少林一塊滅了 這叫一箭雙雕 斬草除根 你明天一早就回福建 我也盡快趕到 到時候 你必須給我一個交代 談天明白 真美子小姐 其實你對於我來說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童真 你把我最需要的東西卻給了別人 我恨 我恨那個得到你的人 我更恨失去童真的女人 我這裡有一個不傳人的秘方 據說她可以使破身的女子恢復童真 你躺到這張撒滿珍珠和核桃的床榻上 你的童真就可以失而復得 你的童真就可以失而復得 躺上去吧 去 對 對 就這樣 很好 很好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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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拳法一定要注意左右出拳 你們要把握好出拳的分寸和力量 好 再來 左手擊太山 右手擊太山 把能 左右不分啊 大師兄 我 你什麼 沒有右手你可以用右腿 不過這個右手擊太山 就變成右腿踢太山了 把能 我看你練不了男拳了 轉心練臉肥腿吧 轉心練臉肥腿吧 你們笑吧 你們好好笑吧 我法能是沒用的廢人 我什麼都練不成 我走行不行 我走行不行啊 法能 大師兄 法能他不是廢人 從他練沙包的事情可以看出 他是可以成功的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他 為什麼 我 我沒有說他是廢人 你們可以無視肥腿功夫的存在 但你們不能無視一個 有血有肉 活生生的人 你 豐女 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啊 豐女 你不要離開我 你不要離開我啊 阿嬷 我对不起阿嬷 我替她抱不了手 阿嬷 师兄 师弟 我回来了 法能 法能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来来来 洗洗脸 快来 你还有脸回来 法诚 我 你应该知道 版图下山 是犹如少林名声的 我知道我错了 按照司律我得赶紧下山 法诚 你不能告诉方诚 师兄 法能都认错了 你干吗还这样对他 你们的犹如难少林名声 我知道我错了 师兄可是我 你不要叫我师兄 你忘了阿嬷的眼眶 养育之恩 站起来 你给我站起来 师兄 师兄 这点先不许拦我 听见没有 你打我吧 我没有哭心的东西 站起来 有脸跑没脸站起来吗 还手啊 还手啊 还手啊你 法能 站起来 你还手啊 是啊 揍他 师兄 站起来 跟他打 你还打他呀 起来呀 你是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汉子 不能坐行尸走肉 你站起来 马上 马上 师兄 站起来 如果你现在不站起来 你就会永远倒下去 你 你醒醒啊 你醒一醒好不好 难道你两女的仇都忘了吗 打他打他 打他 还要 兄弟 打得好 这拳是我打的 是你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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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你打的 这拳真厉害 你真厉害 好 法正 你帮我打醒了 我这好人难当 你刚才 我告诉你光的一拳来了 法正 法正师兄 我这坏人也难当 人师兄说得对 我是要加倍 好好努力训练的 法正师兄 你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这都要感谢法正师兄 他打我一拳 打得真好 法正 昨天你那拳 打得够狠的 你那拳也不轻 知不知道 为什么你可以打中 不知道 我觉得你要学会 利用自己跟别人 不一样的重心 借着用力 能够突发奇招 这么说 他少了条胳膊 反而成了他的长处了 这叫有师必有德 有时呢 师也可以是德 德也可以是师 哦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 法能师兄他断的胳膊 固然是短处 但有时候这短处 也能变成长处 经你们这么一说呀 我全明白了 真的 我看哪 这世上的糊涂蛋 都是被打明白过来的 你醒醒他 长非长时短一长 短非短时长一短 长有所短 短有所长 长老 您怎么来了 哦 老衲口渴 来这里向你们淘几个水果 那去拿 我去拿 你说一声就可以了 我们给您送过去吧 就是啊 别何必亲自跑一趟 长老 这儿有花桃 您还够不够 嗯 够也不够 有满意之祸 不够也够 乃知足长安哪 长老 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呢 您要听得懂你不就成长老了 不懂就对了 好 反能 反能师兄 反能 反能师兄 反能 反能 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练功要循循渐进嘛 找重心不要那么着急嘛 我现在要加倍努力了 我不想让别人瞧不起我 对 循序渐进太慢了 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 才能不被那些先来的师兄们欺负 哎 那可是要下苦功的 你受得了 对啊 你的习惯 难 嗯 难 嗯 难 太难 谁要是半途而废 谁就是王八 哎 你说的 你说的 我说的 哎 记住啊 谁要是半途而废 谁就是王八 谁就是王八 哎 走了走了走了 哎 真是的 我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啊 大嘴 大嘴 还知道我是谁吗 绝妙知己 你 认凭谁 也认不出你是贪妃 哈哈哈哈 但是 我闭上眼睛 听你说话的声音 你仍然是贪妃 我怎么没想到 我早就替你想好了 这是用猫头鹰的尿做的饮子 你喝下去 声音就会变得嘶哑 真的 嗯 你不用紧张 这个 是解药 你要想恢复原来的声音 你就来找我 哎呀 谭妃 你不要小看他 他的毒液足以独自一头大象 我已训练他多日 他只要嗅到气少症的味道 他就会发起进攻 这次你出去 带着他兴训你能用得着 绝妙至极 绝妙至极 带着他兴训你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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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啊 你跑啊 法靖怎么回事 怎么还不回来啊 我看啊 他一定是被我这只大狮子吓破了胆了 真不可思议啊 他连生蛇生鱼都敢吃 居然怕狮子 搞不懂 我看法靖啊 就像我这只大狮子 专门等别人睡觉的时候才跑出来活动 我觉得他有点不正常 是不是练功走火入魔了 别乱猜啊 各自修行打者为师 是 他有他的修行方法 法靖没回来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我去找找 法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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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东西 法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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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 我看法靖 一扭 我就一目了然了 你本事的 那你说说 我们法径师弟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 那还用说啊 多半是男少半是女啊 错了 应该是一半的一半 哎呀 那不成了阴阳人了吗 对啊 我看他可能就是那种人 你们真个无聊的 拿自己师弟开这种玩笑 哎呀 不过是耍耍嘴皮子嘛 本来就是啊 法径找到了没有 哎 回来了 不许再说了啊 哦 哎 师弟啊 刚才我们找不着你 你慌来慌张的 出什么事了 啊 啊 没事 没事 发径 这么晚了 你去哪儿了 我们还怕你 碰到鬼了呢 哎 我跟你们说啊 我刚才呀 真碰到鬼了 真的啊 真的啊 你下河游泳了吧 碰到的一定是水鬼 哎 我是去修炼 哎 那你是脱了衣服 光着身子修炼吧 哎 是又怎么样 要是的话 下回带我去好不好 哎 师弟啊 你平时和我们待在一起 妞妞妞妞的像个大姑娘 真看不出来 你敢深更半夜的下河去洗澡啊 就是啊 哎 你真的觉得 我像个姑娘 哎 别误会啊 我是说你像个大姑娘 又没说你真是 哎 如果我们这儿真有个大姑娘啊 恐怕早被某些不法之徒 给糟蹋了 哎 你这是说我呢 哎 我可没提你名字啊 你自己承认的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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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还像个出家人嘛 哎 师弟啊 以后你在半夜出去的话 告诉我们大家一声啊 就是啊 对啊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大家啊 哎 不告诉大家 告诉我 我给你当保镖 保镖 我呀 要是真找保镖的话 那我就请法政师兄 我 也不敢找你 这叫狗咬虽泡 没吃着肉还惹了一身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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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 快点 起床了 练功 精神够好的 我昨天晚上失眠了 我再睡会儿啊 又想偷懒 走 把眠快点 起床了 好 停 停 停 我好好跟你学啊 好 我 哎 哎 发靖 哎 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 你看 你的娃娃是个女的 我今天特意带个男的带伴了 哎 你看 这两个正好配成一对 你下流 我吃 哎 那 我还给你带了些冰榔你吃吗 我不吃 哎 冰榔可是女人最喜欢吃的东西啊 我又不是女人 你干嘛给我吃啊 我们福建男人也最喜欢吃啊 那你自己留吃好了 哎 你让开 哎 大家都在洗澡 你也跟着一块儿洗吧 我不洗 你不行 一身冲暗臭死了 晚上谁跟你睡觉啊 我又不跟你一起睡 那你不跟我睡 那我跟你睡啊 你 哎 哎 你让开 哎呀 让开 哎哎 哎 哎 法静他怎么走了 是啊 哎 我也来了 哎 法静这个人好奇怪的 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他好像从来都不洗澡啊 是啊 哎 是不是他们那的人都不喜欢洗澡 怎么可能啊 真脏啊 哎 要不啊 就是他身上长了戒疮了 什么戒疮啊 哎呦 戒疮啊 一块儿一块儿 哎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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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来啊 他师兄弟呢 哎 我不说他说谁啊 哎 你真恶心 哎呀 哎 哎 哎你们还记得吗 法静啊 我就觉得他大半是个女人 你们还替他辩护 现在我看 他八成是个女人 哎呀 别扯这些没边没眼的事儿了啊 哎 哇 我也觉得法静是怪怪的啊 哎 他既不像个女人更不像个和尚啊 哎 不是啊 不像女人又不像和尚 像什么 像你过 像什么 哎呀 像怪物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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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tches stitches指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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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看到了 你还问什么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女扮男装 师兄 能让我穿上衣服再说吗 你穿的 你老实告诉我 你究竟是什么人 师兄 我跟你说实话 我不但是个女人 而且是个窝人 什么 你 你是个窝人 你是女人又是窝人 为什么要逃奔男少林 师兄 我父亲是窝人 可是我妈妈是中国人 我妈妈是遮阳严海一个渔民的女儿 全家人都被海盗杀死 还被掳走贩卖 师父亲从海盗手里把他赎出来 他有幸遇到了父亲这样的好人 师兄 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师兄 我该怎么办 你应该去向师父讲清这一切 我知道 我自己所犯的错误 为死归所不容 如果 我就这样去见师父 我一定会被逐出少林寺的 师兄 我不想离开南少林 不想离开你们 可你不能永远这样隐瞒下去啊 师兄 只要你肯替我保守秘密 我就不会被赶出寺院 我就能待在这儿 你让我跟你一样 撒谎 欺骗师父 欺骗方左 师兄 你起来 如果你逼我离开南少林 我就决心一死 师弟 千万别想不开啊 南少林待不下去 可以去紫云安的 那儿一样可以学武嘛 你起来 先起来 不 除了南少林 我哪儿也不去 佛门弟子 借七狂 我怎么可以撒谎呢 师兄 你是为救人不得已再撒谎的 佛祖绝不会怪罪你的 说得也有道理啊 师兄 你答应了 真是罪过呀 师兄 多谢关照 好了好了 多谢关照 不必客气 我知道 你是不会出卖我的 我真是不知道 是帮你的还是害你的 当然是帮我 师弟啊 以后注意自己的言行 我会的 老实点 现在连法名都在怀疑你了 还有啊 注意你我之间的一言一行 为什么 我是男 你是女 男女有别吗 我明白了 快点快点 就在那儿 鬼 还没死 把他抬回去吧 放心 去找山头长老 真臭啊 我可不抬他 死在路边会更臭的 起来 他不会死吧 法政 这全都怪你 万一他死在这儿 还得赖我们 出家人见死不救 你好意思呀 就是啊 就怕是好心没好报 你别说了 法政他没错 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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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不是把个女人抬进来了 长老 他明明是个和尚 你怎么说他是个女人 这人阴气太重 毒气攻心 是中了山蓝张气 长老 他还有救吗 死不了 只需用童子尿 扶了老娜的御书金丹 立即就好 童子尿多的是 我马上去打 快点 多取点童子尿来 童子尿来了 童子尿来了 给他扶下 来 童子尿来了 醒了 这是什么地方 你在南少林 你是谁 我是这儿的武和尚法政 请问游僧来历 我四海为家 四海为家 头身转世于陈俗 总得有个来历 我明英 没处是父亲死 亦处是母亲死 是庙里的和尚把我养大的 小兄弟 你说我这算什么来历 阿弥陀佛 他真可怜 可怜 那天下可怜人就太多了 是善通长老救了你 他是个瞎子 你才是瞎子 长老您慢走 长老眼睛很亮 他什么都看得很清楚 他的眼睛长在哪里 长在心里 长在心里 这位尤僧 我们好像有点面熟 贫僧四海为家 你这小和尚 好像在哪里挂过单 我 咱们好像 有一面之交 尤僧说笑了 我们没有见过面 怪和尚 你若想在寺院挂单 就去见方丈吧 我哪里都不去 我就住在这儿 我们可不欢迎你 你别赖着了 我带你去见方丈 我腿也不好 腰也不能弯 叫你们方丈来好了 你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 我们救了你 你不但没说声谢谢 还跟我们摆什么臭架子 尤僧 方丈看你来了 方丈 老纳听弟子们说 救了一位远方的客人 想来见识一下 请问僧人法号 非谈 非长的非 言谈的谈 听口音 僧人像是北方人 贫僧四海为家 还分什么东西南北 说得好 天地混沌只有道 没有南北东西 敢向方丈请教 何为道也 赵州禅师当年也问过 马祖禅师说 平常心就是道 僧人以为如何 我明白了 这就是你们南禅所说的自然法儿 自然即是造化 八郊和尚的一句禅语说得好 所思无不是月 所见无不是花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若闲事心头无挂 便是人间好世界 祖见僧人 对南禅还知道不少啊 哪里哪里 贫僧念念这些禅语 不过为了讨些衣食罢了 敢问僧人出家何处饱差 有道是既心既佛 何须问哪里出家 阿弥陀佛 僧人真是不一般啊 哪里哪里 我看你腿脚不好 住在这儿恐怕多有不便 还是住到寺里去吧 贫僧以修心为重 再也不想受寺院约束 贫僧在这里图个清净 尤僧 静不静在心 心静则心静啊 方长 我觉得出家人 因为心不静 才到这里来 我觉得这个小草房很安静 既然如此 老娜就不勉强尤僧了 方长 小草房住五个人已经够挤的了 现在又多一个臭 我反正哪里都不去 方长 先让他睡在这里吧 我们把那间放杂物的草屋堂出来 让他睡进去 什么 好吧 老娜告退了 还是这位兄弟心眼好啊 我腿一好 马上就走 都是出家人 要以善待人 请 我把我的饭菜给你端来了 小兄弟真是菩萨心肠啊 大家都是出家人吧 以后你的饭菜由我给你端来 不用了 以后我自己到寺院去吃 不能破了寺院的规矩 那你快趁热吃吧 你 你看你 醉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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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师兄啊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做饭 如果你不嫌粗糙的话 去跟我们一起吃吧 那太好了 师兄 什么呀 是我路上捡来的一条蛇 蛇 他差点被老鹰叼去 我看他可怜 赶走了老鹰救了他的性命 善灾 救一性命 胜造七级浮屠 师兄啊 把他放在盒里会闷死的 你就放生吧 小兄弟 这蛇极毒 放他出来 怕会咬死你 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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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我练刀去 好 你慢慢吃 上了 等找到了血书 气少政早晚是你的好饭菜 这是我们的好饭菜 你的好饭菜 对你一次 这样就让我上kell 你直接把你的好饭菜 应该是一种好饭菜 有吗 我来的好饭菜 有吗 我来的好饭菜 我来的你 高饭菜 我们今天看到了 做了和尚还风流 他们学术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让你做风流鬼去吧 这回你死定了 累死我了 我陪你睡啊 你干什么 我们说说心里话嘛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我要睡了 你别跟我装算了 你的底细我全部知道了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不明白那咱们一块去见方长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女人了 什么女人呢 去去去去没你的事 我跟法静说心里话呢 神经病 我帮你隐瞒试试 总该给点回报吧 你想要什么 你答应做我老婆 好明 别哭闹 你干什么 没干什么 哦 你刚才一定发现我的秘密了 我 不过 你可不要告诉他们 和尚是不允许开婚的 可是我实在受不了了 整天在找机会开开婚 你说巧不巧啊 我昨天夜里啊 出来方便的时候 看见一条蛇 窜进草房 结果我就把它给抓住 把皮剥了 然后做成羹 你可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啊 蛇太小了 大家分不着嘛 不过 我可以分给你一点 你喝了 早日恢复健康 我不要 我不要 你可别后悔啊 我不要 有一树 这位尤三 找我有事啊 别追了 里面着火了 快回来 快回来 快救火 救火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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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拿水 快啊 这边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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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去拿水啊 快去拿水啊 快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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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上山那天起 我就注意到了你 你恶念重生 居心歹毒 假面具之下 藏着一副虎狼之躯 瞎吞 我心里亮得很 少林寺的扇门是为善人所开 绝不是藏屋纳垢之地 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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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你 你住在南少林 为什么偏偏要练什么北腿 为什么 难道南少林没有腿吗 大师兄 我 你住在南少林 你是瞧不起南拳房 有种的 拿你的北腿跟我的南拳逗逗 大师兄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就是过分 你要干什么 师父 师父 你这哪儿还有一点大师兄的样子 师父 我能不能说句心里话 你说吧 我觉得师父 因为法正是七季光的儿子偏心法正 所以才不顾南少林的死规 要设立什么北腿屋 这样下去 南少林还是南少林嘛 大师兄 你太让我失望了 如果师父真的看中了法正 那就让他当大师兄好了 站住 大师兄 法燕 我只想让他好好教授北少林的功夫 什么名分也没有给他 法燕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倡导南北相和吗 师父 好好好 等你想明白了再告诉我 为了要分出南北功夫的高低 我要跟法正比武 比武 对 比武 南北武功本来是同宗 不应该有门户之间 只有武功与禅佛精神真正的融合 才有可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流传于世 发扬光大 我希望你们两个带着这种情绪去比武 才不至于失去这次比武的真正意义 师父 不 弟子明白了 你呢 我挺师父的 现在比武开始 师兄 请指教 师弟 请 我自己知道 我俺认为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走 好 多謝 大师兄 大师兄 多余 大师兄 走 你 大师兄 师兄 抓住啊 师兄 抓住 师兄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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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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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抓住 老爷 师父 你误导了什么 师父 我终于明白了 南北比武并非分出胜负 而是通过交流达到南北融合 师父 弟子知错了 好 师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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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政 志一在为你高兴的 谢谢师太 谢谢师太 好啊 大师兄 你真棒 今天真厉害 大师兄 今天怎么了 明明可以打赢他 为如非要仗着他 你错了 是他让我 为什么呀 他无性比我高 就这样 我不信 我们居然 把法政和五组六组的事扯在一起 现在都觉得可笑 我觉得两国 嘿 嘿 师兄啊 可真行 我原来以为呀 你是不会让这大师兄的 结果你偏偏让了 我是一个从来不懂得让人的 也不肯受人让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这就是禅与武的和 相和 法静 你真的长进不小啊 师兄 你以为我无性比你差啊 差不多 你们说那么多不就是一句话 禅五合一 可也打败童大宝啊 是 老颜 师父 老颜 过来 法政 你们两个现在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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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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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智哥 小妮 大智哥 小妮 大智哥 真的是你 我 我知道你好苦啊 小妮 小妮 三角师父 你还叫我什么师父 我还是三角 现在还是三角呢 真的很高兴见到你们两个 小妮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上次被急流冲走 是被大汉哥和大黄救出来的 他们还一路保护我来 南少林寺找你们呢 大汉呢 他去找你们了 好 来呀 我来给你们介绍 来看看 这位就是小妮 法政的救命恩人 好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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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过罪过 三角 她是不是法政的那个呀 小妮 你和大汉住在哪儿啊 还不知道呢 法政 你还不快点安排他们住下来啊 对呀 就是啊 夜里当心火烛 我先回去了 你还回那边睡啊 我 小妮死里逃生 千辛万苦来找你 你去忍心留下她一个人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别难为她了 小妹 你忘了 你忘了她怎么答应爷爷的 她说到了南少林建的方丈以后 就和你原房 你想后悔啊 我不答应 小妮 这事 我以后再给你解释 还解释什么呀 小妮就是你老婆 你 小妮 你一路辛苦了 我先走了 你 你就这么走了 她要是敢三戒二义 我就跟她拼命 小妮 我跟你保证 她这是钻牛角尖的 到时候我就 钻角哥别说了 小妮 你放心 好了 如果她要是敢变心的 我第一个就不答应 你知道我的厉害的哦 咱们走吧 不 我还得陪她 大哥 你们走吧 我有大红陪着就行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